怪物的資料這樣 然後裡面用到的 欸 就是R-Base他就 就是抓網頁的 他其他就是資料處理的 好 然後這邊就是抓了一下他的怪物的UIL 然後抓完 欸 然後抓完之後 怪物就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 欸很方便啦 就可以看一下 欸他除了有一些 HP 我可以看誰 HP很高 欸就是金魚 然後就是國王這樣子 對然後 他上面還有一些比較有趣 就是基本的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喜歡 然後就是討厭的 然後可以看到 哪一個怪物 就是最多喜歡 然後就是那個 欸這個什麼 波利米史萊姆 然後是那個 特別版的 這樣子 然後 八個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謝謝 最後還是史萊姆怎麼了 下一個是 下一個是 是 欸 Johnson的 我要宣傳 你要宣傳 你會不會還沒開口就被 對啊 Johnson的廣告 沒有喔 只是我啊 對啊 甚至你最後一個 喔真的喔 不錯 大家都把搭按下去耶 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最後一個 我還講 不好意思 喔好 這個可以按嗎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這 這有投票機制嗎 這個有進來 這個有機制喔 喔 好 好 謝謝 你還開始了嗎 你大概只有10秒喔 你只能講slogan 你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先講 那個活動的時間 這件事 還是三下 哈哈哈哈哈 喔 對 這個 好 我要講的是一個叫公益加值 的資料工作坊的Hack Song 然後時間是1月28、29號 然後會地點在台北某個生命的地方 然後幹嘛呢 簡單來講就是 呃 除了 呃 在場的資料人大之外 然後我們聚集了大概有28間 NPO組織 NPO、NGO組織 然後他們會帶他們的資料 跟他們問題過來 然後興趣的朋友就可以在那個場合裡面 做一些公益的問題 對 然後時間是11月28、29號 在台北某個生命的地方 地點我其實還不知道 對 那我還努力的在找 然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 呃 11月5號會有一個會前會 然後地點在 呃 東能站 然後在新創中心 對 就計畫觀點的地方 然後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按Digi報名 或者是來看我們的 那時候D4之區的計畫 呃 介紹我 謝謝 哈哈哈哈哈 好 好 那就很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 殘酷擂台賽 那其實今天辦這個活動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以後 例如我覺得大家 就是我們的主辦議程的朋友 如果看到大家有一些有趣的題目 大家不要再說我覺得我的東西太簡單了 大家一定都聽得懂 你們甚至講的東西都太難了 其實經過這個活動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要講到大家都聽得懂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不要馬上被我們做到這件事啊 大家全部都被轟下來了 其實你不要覺得你來講一個東西是我都聽懂是很丟臉的 其實你是非常偉大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辦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這也是我辦這個參目的一台挑戰賽的宗旨 那如果大家滿喜歡這個活動的話可以讓我們知道 以後我們可以考慮再挑時間再來辦一次 你也是有美食一程的喔 那我會講不到獎勳 好那就謝謝大家 沒想到活動就像我們到半小時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聊天 繼續吃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的活動就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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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